花莲不但有好山好水 还有盛大的古道秋生音乐饗宴 已经连续举办五年的 富里山谷草地音乐节 2019年11月2号跟3号 又在富里乡永丰社区的草地上盛大开幕 以发展花莲在地文化工艺 跟建设为宗旨的 田志圈文化艺术基金会 结合在地青龙一半喜事的心情 一起举办这场活动 还邀请长期关心花莲农业发展的 立委萧美琴来参加 萧美琴说 她发现有越来越多的青龙加入农业生产 摊位设计也越来越清新 多样化又有活力 显示花莲的农业正在蓬勃发展 古道秋生这个活动已经连续办五年 是富里地区的青龙开始发起的 那非常有意义 因为他们结合了农村青龙的活力跟创意 那让这个农村越来越热闹 而且我们看到这些年有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 来从事农业活动 田志圈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张美慧表示 其实花莲的农业经营在这几年有许多发展机会跟进步空间 不管是有机农业研究中心 农改厂成立打样中心 设立农药残留跟毒物检验中心 还有各种促进农业发展的相关法案 辅导计划协助更多在地小农返乡青农 还要多多举办大大小小的农业推广活动 那我们可以看到农村越来越有活力 那古道秋生这个活动呢 每一年都有一次 我们很高兴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也吸引越来越多的朋友们来到这里 来到我们的农村 在最天然最自然的舞台上面 能够欣赏音乐 但是同时也来享用我们农村各种的特色产品 这次古道秋生音乐饗宴活动现场 有60多个花莲在地美食摊位 包括小米甜甜圈 烤猪肉等 还引进特色农居吧 提供各种高品质的饮料 另外台湾儿童发展协会的可爱迷你马 可以让大人小孩都玩得开心 现场还有陈生 新宝岛康乐队等知名歌手表演 加上带动唱活动来炒热气氛 就是因为大家的热心参加 今年活动人数突破纪录 也让更多人看到花莲小农青农的力量 田志圈文化艺术基金会 也将在11月中跟月底 在花莲圆摆跟新天堂乐园举办小型市集 12月在移师到台北松山文创园区盛大举办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人参加 支持本土农业发展 记者陈俊宏 陈文旭 花莲报导